跟我前女友处了五年 分手我起诉她 要回了十三万 我谈整恋爱 一分钱没花 我这律师啊 不该了 谈恋爱这么多心机 真是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了 罗美好 你一个新人律师 敢跟我律所合伙人这么说话 你没事吧 你 你个臭宝鞋 你这么花 你想摔死我 这么大个警示牌你看不见 怎么着 眉毛底下挂俩蛋 让他眨眼不会看了 你给我等着 大姐 你没事吧 这都不算什么 离婚官司才让我发愁呢 姐 你要离婚啊 我帮你 老板 你的离婚官司 我们可以找到 全国最好的律师 为什么要假扮保际来这儿 好不好 我要自己亲眼看 美好 我给你炖了排骨汤 是绵羊猪的 绵羊猪 那到底是羊还是猪啊 姐 你来答应妈了 那咱俩一起喝 正好补补 不用不用 这绵羊猪啊 我一年也才只舍得吃一次 大姐过得这么不容易 姐 你放心 这次离婚官司 我一定加油努力 臭包姐 这么大年纪了 还离婚 女人糊涂你这份上 真是 离婚是女人的权利 这都不懂 还当律师呢 你当时学得好 不也是个新人律师吗 在我手里也会办事 又不是我爱活动 这才打死你 姐 这是我给你整理的律手 所有的离婚 你可以参考一下 美豪 你可真用心啊 你再慢慢看 我去给你买水 刘助理 我的离婚官司 已经选好人了 主管 刚接到通知 有一位身价百亿的神秘富豪 让我们帮他打离婚官司 成了能有上千万的代理费 上千万 那咱们赶紧去做方案去 时间这么紧 我上哪弄方案去 这个给我了 你干什么 这个是我给大姐做的 这个 修嘴不好离婚官司用 她一个穷鬼 对吗 多美豪 你要是不把这给我 我去找你失业 你 自己掂量 给你也行 不过 你不是看不上美豪这种新人律师吗 现在 不会想想她的方案 自己去讲吧 我是怕她不赶紧 和一个女人 要是见了首富 别吓了在台上 凭什么瞧不起女人 讲就讲 哎 我怎么在这种时候来的啊 好烦 这个给你 一生君卫生巾 姐 你选东西的眼光很好呀 那是 姐啊 只有选老公的眼光不太好 她说我不配用这么好的卫生巾 说我浪费钱 所以她就变成我钱负了 卫生巾和分明一样 好不好 只有自己知道 快去试试 我第一次用这么高的一生巾 舒服游客气 不 会不会落 当然不会了 你看 这么牛 你工作忙来不及换 就更要用了 你为什么 她有普通卫生巾所没有的 对女性非常有利的一生君 夏天来大意骂 黏糊糊还有味道 她呢 能调解四处的菌群平衡 非常贴心 尊重女性啊 不是喊一句口号 而是要尽我们最大可能 去改善女性所面临的困境 在这一点上 她做的很一样好 很舒服 谢谢你的鼓励 明天我一定再要你了 罗美好 付好马上就来 你待会可别尿裤子了 你就准备好你的掌声吧 等会儿最好拍脸上 哼 老板说要现场提方案 你们开始吧 大提方案就不直接 老板说对你的方案很满意 请 我放心 这个方案是我完成 我会亲自带你这个官司 老板觉得你没资格带你这个案子 凭什么 就凭你不配 你一个离了婚的臭老鞋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你怎么跟老板说话呢 老板 原来您才是那个富豪啊 咱们之前都是污名 我是这儿最资深的律师 交给我 您放心 交给你我个眼心 像你这种 对语心充满偏见的 你不配带给我的案子 另外 我会通知所有的合作方 都禁止跟你合作 你试验 我的案子 你需交给真正尊重女性 并捍卫女性权益的人 那就是美好 代理费是我全部身家的0.1% 你全部身家多少 300亿 三千万